深水堡福華街港鐵站旁邊 有一個面積大約百多呎 六十年代舊士多樣的懷舊小鋪 鋪上掛著崑記士多四個大志 由純德富士家族經營 早年在迷之年的家池下 名聲傳遍香港 小小的士多店面放滿了吸引朝聖徒人的糕點 砵仔糕 白糖糕 紅豆糕 芝麻糕 鬆糕 全部都出自哥哥 傅永祥 和弟弟傅永康二人之手 看此合作無間的背後 實情原來是炒炒鬧鬧 不吵架不精神 二日睡得很悶 不撐傷 怎麼過一日神 吵了幾十年 個個都有 哪裏沒有 你說這樣 你家裏都不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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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要看張樂園 我看譚明倫 不過 隨著時代年輪的推移 五十幾年過去 傅永祥也有年輕人捱到白頭 昆記的招牌 他也有意在今年五月正式卸下 我十幾歲做到今年六十八歲 還要做什麼 你家裏都不吵架 我認識很多朋友 有些四十幾歲走了 現在走得走得 要休息一下旅行 到處走走 休息一下人 其實這樣做人是累 他人是累 他真的不想做 其實早幾年想不想做 趁我工場租約滿 順便問 年紀不重 很多老友說 恭喜你 可以退休休息 不用 不用日了 走得那麼辛苦 工作辛苦 不可以休息 捱壞了身子 傅永祥說 連有病都不可以醫 即使做白內張都分兩次 做高辛苦 不想兒子接手 他說要接受現實 退下來 結業不值得可惜 但是一眾牢固客 就不是這樣想 以前有吃 以前小時候 幾個月買一次 經過會買 知道快要關門 家人想吃 就買了一些 家人和你最喜歡吃什麼 芝麻糕 芝麻糕 吃新都是買這裡 沒什麼買其他的 有時候 你這次買了些什麼 芝麻糕 白糖糕 有興趣的都買了一堆 好像都 通常喜歡吃什麼 早排的 薄仔糕 因為他們就很收拾 即是舊式 不知道高品店 都很快收拾 都會有些黃色 都會 都會 尤其是舊區 很多人來深水堡買這些小食 小時候 我媽買給我吃 看 外臉 其實都是 因為這些高點 是台灣沒有的 口味也不一樣 像這個 紅豆 包在裡面 可是台灣 並不會這樣子做這個 對對對 那這個是比較類似的 只是它這裡面 是包蝦米的口味 對 包蝦米就比較少見 像九份有類似的菜果 就 口味有點偏這個 我覺得比較特別 比較傳統 因為它是來收拾的 對 我也聽過 因為它好像說年紀太大 年紀太大 所以說不做 對 所以再來光顧一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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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